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开场不久便是分的练势下 屏住压力 招准战机 用猛烈的进攻压倒对手连续得分 一举拿下比赛 收获一枚金牌 在古典市摔跤男子一组63公斤级别的比赛中 楼底代表团运动员整体发挥出色 由楼底市体校输送到省体校的双基本运动员 曹矿和楼底市代表团运动员武胆一路高歌猛进 双双挺进决赛 最终曹矿凭借稳定的发挥 击败无弹获得冠军 据了解 曹矿是楼底市输送的一名优秀刷交运动员 曾在全国拥标记古典式刷交锦标赛中 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外 楼底选手贺昆新获得该级别继续 据悉 此次沈运会摔跤比赛为期3000 沈游女子自由式摔跤 男子自由式摔跤 和男子古典式摔跤 三个项目 共计42个小项的比赛 楼底共有35名运动员参赛 据了解 在接下来的摔跤比赛项目中 楼底代表着有多个项目有望冲金 接下来的摔跤比赛项目中 继续 切成绩